所以他弟弟就开始拿这个钱 开始忙不要乱花的 去供养出家人帮助穷人 经过三个月 他弟弟来找慕年 哥哥你骗我 三个月了 我快没钱了 你说会发财在哪里 结果慕年说 你抓着我的手 我带你去看 然后慕年就把他带到天上 带到天上看到一个皇宫 比这个大几十倍 都是黄金珠宝做的 自然发光 自然的亮 然后那慕年弟弟 这什么地方 而且看来里面有十六个女人 刚刚讲那个美丽 没办法形容 然后他弟弟说 哥哥 那里面女人好美 他们的主人是谁 这么有福报 你看那十六个女人 天哪 我在世界上没看过的 那慕年说 你去问问他 然后弟弟他跑 请问你们主人是谁 我们主人 就是慕年的弟弟 他心脏快跳出来了 他下午就会来了 为什么下午 涛利天 一天 人间一百年 各位就说 四天亡天 一天人间五十年 第二层天 一天人间一百年 第三层天 一天人间两百年 这种快乐 所以他们天岁五百岁 一千岁 两千岁 所以合起来就变成几亿年 然后他们一回来 慕年说 开什么玩笑 哥哥 他在等我呢 他说你才知道 你在人间所做的功德 你天上的皇宫都盖好了 我跟你讲 你华德来 你人间 你怎么赚钱 也赚不了 这么黄金的房子 这么美丽的太太在等你 哇 他弟弟一听 赶快回人间 我继续做 所以他弟弟呢 又继续努力做 然后事业又赚钱 最后生他涛利天 做天子 这样 所以 那当然这个叫 慕年弟弟生天的故事 他的妈妈 慕年是用 帮他供佛栽生 因为他妈妈恶鬼到 恶鬼生天 他弟弟在人间 然后 看到了天界 更有信心 所以各位 如果你现在 听我们按照 佛经这样讲 你不要怀疑 能够布施是你的福报 今天你口袋有一百块 拿出一百来布施 你会发现过两天赚一千 太划得来了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故事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叫五公里黄金 我在电视上常讲 有一个皇帝 年轻的皇帝 他有一天 出来外面看到一只金色的猫 那个猫是金色的 他就很好奇 想要去抓他 结果那金色的猫 就跑到一个墙角 就不见了 然后他就 请他的卫兵 开始挖 结果一挖下去 挖一层黄金 再挖第二层黄金 再挖三层的黄金 那三层到底有多少 他们就开始挖 原的黄金挖 总共挖了五公里三层的黄金 这皇帝都花了 全世界谁这么有钱 买五公里三层的黄金 那这年轻的皇帝 有归过佛陀 他就去跑去 佛陀啊 用你的神通告诉我 谁可以买五公里黄金三层 到底是谁 然后佛陀说 国王你忘记了 那是你啊 那这国王说 哎呀佛陀你不要骗我 爸爸几十个国王 你没办法这么多有钱 佛陀说 这是你的钱是自己挖的 自己埋的 那这个国王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国王 你钱是一个贫穷的砍财的人啊 每天早上去砍财 然后呢 中午卖出去 三毛钱 让你下午吃一顿饭 然后就没钱了 但是有一天呢 你砍财砍得很辛苦 回家 回家以后 快回家之前 看到一个出家人 在那边拖拨 然后你就问人家 拖拨干嘛 这个出家人要盖一个寺庙利益众神 动机很好 但没钱 那这边拖拨 那这个穷人就想说 哇大家都在供养 结果他也很想供养 但他只有三毛钱 这一供养完没饭吃了 但是他想说 哎呀我这辈子这么穷 这么苦 一定过去没布施 听那个师父说要布 念一下 布施得大富 对他一听这样讲 他就跪下来拜三拜 人家拜他也跟着拜 跪下来拜三拜 把三毛钱放下去 一放下去以后 哇他这辈子没有心情这么好过 奇怪 心情这么好 肚子也不会饿 所以他就心情很好的 唱歌 然后跳回家 跳回家睡觉 没有午饭吃了 然后佛陀就说了 国王 你拜三拜 所以做三辈子的国王 上辈子你是乞丐 这辈子做 下辈子做 下辈子还做 然后你把全部的财产 跪下去 布施三毛钱 所以你这样唱歌 跳回家 你走过了 变三层黄金 各位今天晚上 最好也跳回家 因为你刚刚布施了 然后到你家 就跳用力一点 真是如此 今天你 你这一辈子到马口来赚钱 能够在这边买房子赚钱 是你在这边寄过善因 不然你不可能的 你在哪一片土地 哪一个这边 种过善因 照过恶 都会在那边再重现 夜报 叫夜力感召 佛教的道理 不是神主宰 是这个夜 夜就是行为 身口意的行为 感召过来 你结婚的太太 嫁的先生 生的儿子 都是夜赶着来的 当你很喜欢赌博 生的伴儿 叫儿子 当你天天在 卡拉OK的时候 生了一个爱唱歌的 就是这样 当你夫妻 吵架的时候 然后找来一个 冤亲带主 或是你生大儿子的时候 是你前世的爱人 当你一生下来 你不太管你老公 你生一个大女儿的时候 哇 是爸爸的爱人 爸爸就抱她了 夫妻就 关系就淡了 这个都是夜 所以每个人的心态 就一直在影响你的命运 所以 释迦牟尼佛就跟国王 讲这个道理 哎呀 国王很感动 然后佛陀进一步 给他讲 苦极灭道 的道理 为什么 虽然你修福报 可以升天 但是你三辈子完 将来还可能继续轮回 所以国王 赶快利用这些钱 你过去 重的音 赶快再修功德吧 最好哪一天 能够体悟道理 解脱轮回 所以国王听了很感动 继续用这个 五公里环境 大做布施 也因为这样 然后 生生世世做国王 最后 有一次出家 政阿罗汉 所以这个很简单 所以各位 努力赚钱 还不如努力布施快一点 而且布施不见得要花钱 刚刚各位 一杯水 加个米 全天下的恶鬼道 得到功德 恶鬼胜天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说 你用多少黄金珠宝 过往你的生命 去供养佛陀 还不如一念慈悲心做的功德 所以我希望各位 走到路边 叫撒米 给鸟吃 因为你念翁阿红 鬼也可以吃 鬼吸收完以后 鸟可以吃 然后 可以一举多得 做很多功德 而且 再把这个功德给谁呢 回向给妈妈 健康 回向给众生 然后众生也得到你的功德 那如果是这样 叫菩提心的资粮 所以经典说 刚刚各位 供养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可以得五百节 人天福报 五百节 做人生天 但是 如果你用七颗米 供养给众生 得到的 不是五百节 是成佛的果报 功德没办法算 但对我们来讲 各位 上供还是要 以供养的功德 刚刚教各位 回向给六道众生 就变成成佛的资粮 所以以后 各位还是要大修功德 放生 点灯 种树 特别家里有人 种风 怕种风 头痛了 要种两棵椰子树 不会 不会种风 头脑开刀了 种两棵椰子树 这缅甸佛教 如果各位明天 有去生美兰 缅甸佛教传承 里面写得很清楚 什么病 种什么东西 像你生女儿 你希望你这个女儿 虽然长得漂亮 不要被男人欺负了 缅甸佛教怎么做 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供在佛或观世音菩萨面前 再把这个女孩子的漂亮衣服 送给穷人砖 那你这个女孩子的身体 永远不会被欺负 永远不会被欺负 那你这个老爸就放心了 这个你要相信 那如果你的爸爸身体不好 你要怎么做 以爸爸的衣服 把他洗干净 叠好 送给其他老人院穿 他穿了身体舒服 你爸爸身体容易健康 这些要学 再来 如果有人找你麻烦 在你公司里面 有一个人 你很想开除他 但你不要真的开除他 这下会找你报仇的 那怎么办 佛经告诉你 你就拿甜甜的食物 给蚂蚁吃 蚂蚁最会盯人 然后吃完以后 回向 你用你这个讨厌的人名字 去拿食物给他吃 给蚂蚁吃 这个人就会自动离职 小人会离开你 给小蚂蚁吃 给小鱼吃 喂食物 那这些缅甸佛教文化里面 写得很清楚 再来女人注意听 你不希望你老公有外遇 那布是什么 布施枕头给出家人睡 你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枕头 然后你也不会腰酸背痛 你这个人会腰酸背痛 多布施枕头给出家人 所以在佛教里面 有很多三宝的功德力 你要会用 供家沙什么功德 像你的爸爸年纪大了 你不希望他走路跌倒 那你要买那个拐杖 供养给老人家或出家人 你爸爸你不用反而让他跌倒 所以这个行为反作用力 你希望你不要生病 那你能够供养到出家人 生病的出家人 如果他有修行的话 那不得了了 伯居罗尊者 九十一节没有生过病 为什么 他曾经在最穷做乞丐的时候 人家给他一个水果 水果还有药性 叫阿姆罗果 虽然烂了一半 他把烂了切掉 剩下好的 就供养一个坐在树下 没办法上台生病的老比丘 那个老比丘 吃的身体很舒服 那就发愿 供养的皮盖说 愿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 健康富贵 能够碰到未来佛 那就是伯居罗尊者 九十一节不生病 长寿 又遇到佛陀 出家正阿罗汉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人生难得 来做人不要浪费 每天都忙得享受福报 浪费 没意思 像我以前 我师父看到我 不要骄傲 就是吃过夜的菜 因为我很会花钱 我喜欢玩 那我师父说 你这个吃过夜的菜 我说什么意思 你上辈子修的 你福报用完就没有了 我一想 很有道理 后来我又慢慢看佛经 我懂了 所以我就不再浪费钱了 有钱都拿来造佛像 因为我到今天还在做 我从不停 因为修这个功德 可以给别人 就像各位 刚刚我们大家都 布施一包药 他们玩 他们要拿去昏墓去做 那功德更大 那这一包药可以让 所有很多众生 脱离病苦 长寿 那你就得到这个 六个字 行为反作用力 念一下 行为反作用力 对 善有善报 就这个意思吧 你这个人经常咳嗽 多送人家喉糖 像我身上永远放感冒药 我天天在等 有没有人感冒 吃我的药 我就不用吃药 这简单吧 女孩子你希望 下辈子都不要下厨房 如何不下厨房 送出家人的鞋子 给出家人就好了 你就不用下厨房 我们叫妻子不下厨房 当然你送鞋子给对方 你脚也会健康 所以很多人很懂 老和尚生病啊 他们供养什么 供养什么 对不对 因为老和尚 他们身上有功德嘛 持戒有功德 那我想各位呢 你只要看到出家人 他需要什么 那你去供养 这样就好了 当然你会说 这个出家人好或不好 那另外一回事 因为他外表是出家人 当然如果你能够稍微一点判断 这个出家人很端正 那更好 因为他有持戒的功德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像今天这样 很多出家人 那你只要平等心 因为里面一定有菩萨 那是对你 你只要供养的时候 发愿 就能够满愿 所以 我再讲一个故事 佛陀有一天 讲法讲到傍晚 那傍晚要 要回去了 突然来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一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国王 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比女人还漂亮 他的皮肤比女人还漂亮 而且这么年轻就住国王 然后他来供养佛陀 然后佛陀就给他说法 这个国王还开悟正的出国 等国王回去以后 安安受不了了 就问 那个国王是男人还女人 佛陀说他是正常的男人 但是他为什么皮肤比女人 外表都比女人还漂亮 而且他来了时候 他来的时候旁边还有护法神 那佛陀就跟大众说 这个国王可以做四次的国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